歡迎打開洛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愛妻 The White 第七次後的奧斯卡獎提名的 Gern Close 在這部電影中的表現真的決戰 並且有非常高的機率 可以挑戰成功今年的奧斯卡影后 除了他的演技 我也非常喜歡這部電影對於女性 對於妻子的描寫 由Gern Close 還有權力遊戲中的大麻雀 也是坦承影帝的Jonathan Price 主演 導演這部電影的是一位瑞典籍導演 Bioque Lange 劇本改編至美國作家 Mac Watts 的同名小說 你可以說這部電影的中文片名 就已經爆雷了 或者是他引導了我們看這部電影時 應該要有的方向還有焦點 愛妻 講的就是愛、欺騙、還有妻子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會一直想到另外一部電影 45年 也是相似一對老夫老妻的題材 愛妻相較之下顯得更通俗一些 在故事格局上面也更大一點 談到了文學還有創作等等 而同樣的主題一個妻子的覺醒 其實都可以追溯到 19世紀挪威劇作家 易普森的玩偶之家 劇情敘述 知名的作家 Joe 在他文學的生涯獲得了最大的肯定 諾貝爾文學獎 他帶著妻子和剛起步的作家兒子 一同前往斯德哥爾摩去領獎 這部電影的主角 也就是這個作家的妻子 她同時卻面臨著巨大按耐不住的煎熬 這部電影最大的一個樂趣 當然就是這對老夫老妻之間的一個秘密 一定要帶著這個懷疑去看這部電影才會好看 也就是預告中所暗示的 這個妻子到底有沒有暗中幫助這個丈夫去寫作 到底那些暢銷小說文學巨作 是不是其實都是這個老婆寫的 也用這個問題去開啟了觀眾對於妻子這個角色的思考 不只依靠這件事情 他還用了很多的細節 接聽電話 每天的提醒叮嚀 接待客人 整理家務 還有過濾電話等等 去描寫一個人成為了另外一個人的愛妻之後 莫名其妙要承擔了一些責任還有義務 他需要做多少的犧牲 還有這部電影也把在那個時空之下 那個性別無法逾越的障礙 解釋得很清楚 背景是設定在有一點過時的1992年 所以我們不能用現代女性的形象去看這個角色 但似乎這個角色也就更為的全面 他沒有完全的否定妻子這個職業 在回覆別人問他是做什麼的時候 一句King Maker 他說的正氣凜然又響亮 好奇的問大家一下 說到King Maker 你會想到誰 Earn Cross 是相當知名的無冕王 很多人都覺得他值得 他早就應該拿到一座奧斯卡獎了 近年來他主要的螢幕形象是高竿幹練的女性 像是電視劇金權遊戲中的角色 或者是空軍一號中那個發號司令的副總統 在之前則是以致命的吸引力當中恐怖情人的形象而成名 當然還有101真狗中 我小時候認為全世界最壞的女人 庫伊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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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表演能力當然是有目共睹的 而在這部電影當中最難的 除了要飾演這對老夫老妻之間的情趣 還有因為要表現這個成功男人背後的女人角色 他的台詞不多 經常是沉默的作者 或者是看著鏡頭壓抑著心中的千言萬語 那些表演都在他的眼神還有細微的反應當中 這都是我覺得很好看的部分 也都是我們比較需要投入去仔細觀看的部分 這部電影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是即便他的劇情已經很通俗了 如果你跟夏日蒂蘭普林的電影相比 表面上就是順順的劇情發展 但藉著回想片段還有那些周遭人物的反應 以及小動作 你需要對這個角色的心理狀態感到興趣 那這部電影的100分鐘你就會非常的享受 我自己是不會覺得這部電影拍的太悶 或者是劇情太平淡 劇情量太少這類的 只要你把注意力放在這個主角的內心感受上 對他可以感到共鳴的話 不過艾七也的確在他的拍攝手法 或者是他詮釋的方式來說 都只是一個中規中矩的劇情片 電影也就只有說好一個故事 沒有太聚焦在藝術或者是文學 或者是攝影的層面上面 男主角Jonathan Price 把這個老公詮釋得很好 強詞奪理 自我膨脹 又自愛自戀 應該很多人會在他的身上 看到你們家的老公或者是爸爸 艾七的好看再敘述一個人 怎麼因為妻子這個你一生下來就被註定好的角色 讓他的愛情 他的才華 他的人生一步一步的通通給吸光 電影沒有大張旗鼓的打著女圈主義 只有強調著一個人應該要有的尊重 妻子沒有錯 錯的是在父權體制下吃乾媽淨的那些人 我喜歡這個結局 可惜又一點太短了 那也算是電影留白給我們自己去思考 主角他做了什麼樣的選擇 又為什麼要做這些選擇 艾七適合給想要看人物之間 看似平淡又很有劇情張力的 通俗片劇情片的觀眾 我覺得是很有趣很好看的一部電影 特別推薦給想要知道 得到諾貝爾獎之後會有什麼好湯的你 艾七這部電影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內容 請幫我按讚還有把它分享出去 還有找找你的訂閱鈕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 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想法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這次羅賓頻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我們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